大家好,这里是多看佛牌频道,我是阿猪。 今天我们继续上期的鉴定点来说。 昨天刚好有朋友发自己的牌过来给我帮忙看。 我们可以结合上期说的三个点一起先来复习一下。 我们先来看他发过来的图片。 可以看到这是龙伯瑞2559年夫妇自身,也是我说过的高仿造假最多的一期。 而且这面佛牌它使用了纯银的材质,还运用了热龙牙技术。 从外观可以看到和真牌已经没有太大的分别,说明这是内行造假。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结合真牌的鉴定点来看,其实也就不难分辨了。 因为是通过手机拍摄发图片过来,所以正面的指甲和头发我们看不太清。 我们直接来看这面佛牌的背面。 这期佛牌的背面需要注意两个点。 首先是左右两侧的鸡脚有没有四个爪,还有就是右侧的鸡脚有没有与太语字母相连。 可以看到这面佛牌是右侧的鸡是没有与太语字母相连的,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判断这面佛牌是假牌。 然后我们继续看,我还发现了两个假牌造假的错误点。 第一个点我们看机关的位置。 真牌的机关位置非常的清晰,有六到七个尖。 机关呈现的是皇冠的造型,非常的立体。 但是我们看假牌,发现假牌的机关显得呆板可爱,而且不太清晰。 然后第二个错误的点是左右两侧的鸡脚,它们只有三个爪子,但是真牌是四爪。 所以我们也可以轻松地分辨出这面佛牌是假牌。 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,继续讲解上期余下的两款。 一款是2559年的宝善自身,泰语是Lun Samanasa,还有就是2556年的战胜贫穷,泰语叫做Lun Chanajon。 我们先说宝善自身和它的复刻牌。 复刻牌叫做拜师会版,泰语是不叉哭。 复刻很好分辨,只要看清背面有没有扇子,没有的就是复刻版。 虽然正面几乎一模一样,但是原版是有脚步的特征,但是复刻版是没有的。 真甲的鉴别也很简单,只有两点。 第一是看正面脚步有没有指甲。 第二是看背面,我们可以看到在宝善右侧的符纹下面,有一个突出的小点。 只要有这个点,就是真牌,假牌做不到这一点。 第二款是2556战胜贫穷自身。 这款正面几乎一模一样,所以我们看背面。 原版的背面有斗鸡印记,而复刻版是没有的。 如果会看懂泰语数字,那泰语2556就是原版,2562是复刻版。 原版战胜贫穷有两点鉴定点。 第一点是正面顶部圆环和牌相连的位置。 第二点是佛牌背面外圈,始终6点到9点的位置。 佛牌正面顶部和圆环相连的位置,会有一条细细的线相连。 然后背面6点到9点的外圈位置,会有圆弧形的细线一直向上延伸。 大家可以对比高清图片清楚地看到。 下期我将和大家讲解一下龙牙类佛牌和法郎采佛牌的历史。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,并且持续关注。 谢谢大家。 这里是多看佛牌频道,我们下次再见。 谢谢大家。 感谢观看